《健康解碼》 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後 不知為何她不好之餘 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厚 現在是小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來試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問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燒鹽膏、淚膏等都可以 我沒有想過這幾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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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榮少 我是私人 大地 幾次都沒有提 我自己一來到就說 去回那張圖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 人經常偷渡來香港那條路線 你看到 首先由A、B、C、D A那裏 A那裏 一上來就接近 這個叫做 爆角咀 龍古坦那裏 總之去這裏 可能去屯門那裏 再上紅樹林那裏 紅樹林那裏 紅樹林有故事 你知道紅樹林的景色都不錯 是 看一落 尖被咀 很多人在那裏下水 下水 下水浸過後 屍體掛在紅樹林 水退一件件在那裏 很恐怖 那條線最短 是 大隻追嚴 因為去那裏 那個位置 是很多公安做邊防 在那裏 那為何我要給大家看一看這張圖 就是因為我講下一個故事 好 再去 這個呢 我特意找這個 夢鴻兄做一張照片 一條泳褲兩個波 兩個乒乓波 好 看夠了 反衛回來先 劉夢鴻 香港叫其貨之父 是 好 那我又想講 這個人的偷渡那個股市 先人 你之前也跟我經過 偷渡要些甚麼 游泳 游泳 游泳先 先要準備一條單車內膽 嗯 乒乒波 嗯 或者那些 不要的氣球的內膽 是啦 總之可以浮得的就要 跟著我就走過去問 老先生那為甚麼不整個 車輪啊 然後先生說 喬 不想甚麼 那麽大條怎麽大啊 來吧 那麽大條車輪 那麽大條車輪 你那麽大條車輪 你怎麽收在身上 是啊 我們現在這些叫車輪 那時候真的 如果真的要用浮的東西 其實選擇真的不多 當然啦 那麽大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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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進行哪 instructor 那麽大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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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拍都可以 因為我前年還有游渡海詠 我由2.6公里 我就想死 想到來真的抽 是2.6公里 其實不遠的 但剛才我們的路線 摩麻都七八公里 甚至乎十公里 十幾公里都有 甚至乎是二十幾公里都有的 有些路線是很遠的 因為下到水 你不是早上下 你現在是晚上 半夜一下 那你下水的話 其實你不知道游去哪 只不過有燈光那裏 可能不是直線游 還有你知道 在海游游 有暗湧 有浪 飄向後 那你游的力度 越來越大 好了 大部份的人原來 不是不懂游泳浸死 大部份的人是懂游泳游得很厲害 但游到景島地步就是脫離 驅脫 還有濕溫 我兩個表哥都是游泳下來的 他說他最初要準備的 當然好像有人跑馬拉松那樣 那些人真的在珠江都有 在廣州珠江 練到出汗 游到出汗 又不斷練了幾個月 練了大半年 千年開始下來 所以那時廣州 六幾年 七幾年 很多人去珠江游泳 一游 不是游一兩 十幾二十分鐘 不是健康地游泳 游出汗 四五 三四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他們預算是打一個泳術的底子 去偷游 練耐力 所以為何中國那時這麼多年 都沒有游泳結出損失 因為游到香港 游到八成 他四肢是冷的 游到沒有知覺 然後他為了香港這個資本世界 跟著他唱歌 立定決心 不白犧牲 太長萬難 爭取勝利 不停唱著這些歌 不停唱著 鼓勵自己 那條車輪跟乒乓波 是幫不了你 你懂游泳就知道 因為其實是給你安慰 那條車輪怎麼能動 去到中間那裏 因為你抽筋 其實你浮都沒有用 不是因為你 就不用因為脫力在那個位置 你自己沒有力抽筋而死 或者虛脫而死 大家都知道浮水 你是放鬆人 放鬆你的腰也是有少少力 要挺高的人 你連挺高的力也沒有 你不浸死也有鬼 所以我那時經常在想 如果逃到來香港的人 通常有三類型的人 那三類型的人 為何後來會令香港經濟起飛呢 就是靠這三類型的人發大 第一種就是體魄過人 即是他本身是很厲害的 那個體力很厲害的 那你不用用腦 你體力厲害 你都可以游泳過來 或者你跑山跑快的人 跑快過狼狗 那你就來到 第二種呢 智力驚人 即是說 我計好那個公安走多少步 我計好那個太陽邊的顏色 我計好那個暗湧是何時到 這些就是智力 計算全部都計算了 然後就來到香港 第三種呢 最厲害的膽色驚人 我不怕死了 我死都不怕 我等於一糧狗追 你呢 就真是滑木 狗追 狗咬到過來 撥它 即是你這麼厲害的膽色 那你就這三種人 至少我伯娘三種都不是 他死鬼了 就抓他訪問 你怎麼來的 有第四種的 腐鹿 有的真是腐鹿 跟著馬路走 這三種人呢 可以有三種都具備的 又好體力 又好膽色 又有腦 但是呢 其實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叫運氣 因為有些人呢 就是跑 晚上一刻被狗追 追追一下 跌到山崖死亡都有 英秘咀 游泳那些 給鯊魚吃什麼都有 簡單一點 一種人可以 有錢 是 我記得有錢 下得來 好了 那時候呢 有些狀況 我真的看完之後 我心裡很高興的 就原來有些人呢 游泳呢 剛才是不是有上百來下百來的 那個最多是什麼 劉博先生 中什麼 蠔 蠔 蠔 老師傅 戒刀山 好厲害 這個都不是最恐怖 蠔呢 你水退的時候 那些叫蠔 蠔田 嗯 跟著那些人呢 見到水退 見到那裡的陸岸 那很多人爬上來 死了 一站在那裡 捉住了一隻腳 拋不出來的 拋不出來的 水脹就死了 沒錯 那些水經華 最恐怖的 見到那個狀況就是 站在那裡死 站在那裡死 是啊 還有個養人那樣的 你見到那些蠔田 那些不是有一塊板的 那些蠔艇踩出來的 是啊 沒錯 根本踩不到的 那些蠔一踩到 整隻腳 入到菠蘿蓋 沒錯 那些怎麼拋出來的 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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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游到腳軟 是啊 游到過來都腳軟 還給一些淤泥 捉住 那些浮泥 那些 所以那時候我聽人家說 說這個奧騰大橋 騰仔橋 是不是中間高了的 聽說那些船過 他說如果很多人自殺 跳了到那個海裡 是找不回屍 沒理由 澳門出名的海港是淺水 他說就是因為淺水 那裡只有三米深 兩米深 三米幾 四米深 一跳下去 被人越來捉住了 插槽 下去 捉住 嗯 接著你上不回來了 接著你的屍首永遠都在那裡 是不會拋上來的 是啊 不是說奧騰大橋 好像是七二年通車的 有些人自殺不在那裡跳 是啊 就是半夜都在那裡 那其實 我們所說就是 那些人的毅力 是很厲害的 來到香港 所以為什麼 後來 林鴻鴻自己也說 每次我遇到大風浪 棋貨市場失利 或者做事 甚至乎被人抓進去坐牢 我想一想 我死都不怕 我怕你什麼 你現在不是拉出槍斃嗎 坐牢而已 所以為什麼他 那個人這麼執著 和當時 當時阿梁特 鬥得那麼緊要 就是因為 我都不怕 嗯 要撿回來而已 撿回來 他都說上水的時候 是 他是整身僵硬了 他說 幸好是有人去接濟他 才能頂得到那個關 要不然他就 那天 好了 其實這些故事 想告訴大家 就是 當日其實要生存 不是一個這麼容易的事 嗯 好了 那時候 那些人來到香港之後 他們有個地方叫華山 好 再一個圖 這個魏康 年輕時有樣子 偷渡 很英俊 都英俊 OK的 繼續去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 現在我講了那麼多 你看這四條路 你又有感覺了 鯊魚都避大鵬灣 是的 他整個都說明 哪裏避警察 哪裏要行山 哪裏遇鯊魚 哪裏遇了狗 這個挺好的製作 左手移動到中山 去澳門 就是魏康的路線 剛剛阿大匪說 家人的路線 第二條路 就是劉武雄的路線 第三條路 就是榮少爸爸的路線 第四條路 我就暫時未接觸到 人是在這個路線 但這個路線是最危險的 為什麽呢 是沙魚的 還有那邊的浪都很急 聽聞都很危險 鵬灣是很遲些人才從那邊過來的 是的 我表哥不是走這邊過來的 因為這邊過來 當日其實有一間是不選這裏的 因為那個水流很急 比較危險 他們在那邊過來 好 回來 好 下一張圖再 這圖播不完 這個呢 為什麽我會給大家看這張照片 就是當日去到華山 香港一個地方叫華山 大家不知道 下一張圖才好像有華山的圖 是的 看這張圖 很漂亮 這個就是很久的地圖 這個地圖 是六幾年在星島日報的 捏老鼠嶺就是上水那裏 等一些朋友或者親戚接的 是的 那個我們叫做 醉腳點 好 那當日這個位置 就太逃亡潮 六幾年那次 六二年那次 就最高峰 最集中幾萬人在那裏 哇 接著呢 港英政府覺得不行了 就找人去驅散這些人 但這些人 天衣顫足 樊倒汗 即是說不走 甚至下斜現在去那裏 那些差略都沒有負 接著就開始做個動作 就是要好像 你有沒有見到的牧羊犬 然後先回來 那牧羊犬呢 這隻牧羊犬呢 拋散那些羊 這隻牧羊犬 拋散幾十隻羊的時候 這樣就要怎樣呢 牧羊犬一來那些人們 größ哪裹 接著呢 你離開了 然後 projeto也 cracks 然後你過來又 wrap 就然後 brushing 不停地在做這個動作 我們在抓人的過程當中 剛才上了一幅圖 就是之前兩夫妻的那幅圖 這一個他們的老公是先來香港的 太太大了一個兒子和大約十二歲的女兒來香港 那個賭公接濟他們 遇到警察遺報 就衝散了她的大女兒 不知道去了哪裡 他們就在那裡喊找一個大女兒 好了 警察發覺這樣 好像狼狗捉羊那樣不行 就開始拉成人牆的手扣手 好 先回來了 先回來了 是 操作者 先回來了 是 麻煩你 手拖手就這樣 捉成人牆 執牌的人牆 就慢慢驅散他們 要他們抓他們回大陸 他們就發現了 他們的女兒就在驅散那棵牆的後面 即是已經去了香港了 他們已經在香港了 華山是香港來的 他們三個就見到女兒在那裡 被那些軍警圍住了 圈裏面 那我就叫他們放我的女兒來 你給我來 給我來 就點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當下是上報紙的 嗯 那跟著這些照片 你知道的 一幅相片 是表達的東西 比千言萬語更加震撼 嗯 那些人就真的開始來了 嗯 甚至金融在明報的社論裏面 都說明要接濟這些人 十萬火急 要大物資 所以那個時候 明報的報社 就變成了一個中轉站 是講很多的外國 很多人的物資或者錢 都推去明報的報社那裏 希望查良傭幫幫忙去救他們 嗯 那當然了 那三萬人 後來又被人圍捕 有些人就走了 到最後一萬人被人捉了 那你捉了之後 你都要想辦法安置這班人 好了 他們就想著即報即駕 那今天就捉了你 明天就還要一晚 嗯 那就捉了他們那些 什麽訓練營啊 什麽什麽 總之有地方就捉他們去 那很棒的 那時候呢 說明 我捉到你 總之 我給你吃兩餐飽飯 是用自助餐形式 擺了些飯啊 總之擺了些香腸啊 魚肉啊 罐頭啊菜 整排啊 那你想一下 那些機民見到會怎樣 拼命炸 有一個人幾六個呢 吃了三個包 三個大餅 七碗飯 多少斤肉 吃完之後的第二天 很容易死的 上車的時候已經暴斃了 沒有了 沒有了太久 不能吃那麽多東西的 那些人都說 就算我來到香港 就算我沒有得在香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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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在報導 餓死 因為中國人的特性 所以要去泰國慘 是啊 用一個盤來慘 說一下 又到四千元 我也不知道 說到多少次 好了 我證明大家下一節 我們一定會講完的了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節目 要去做錄影 好 下一節回來 繼續講完我們的大途網潮 一會兒見 我初相識的時候 整個臉都紅綁綁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怎樣 吃了 你已經沒有那麼癢的了 沒有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 是否好很多 臉就差很遠了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 基本上本身都是 也有一點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不是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的 基本上是吧 因為我有些網友 是銀舌病的 都要吃八顆 因為他的頭要爆頭那隻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甚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就是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肚子 是的 敏迪其實原理上 就是所有敏感 他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現在就不會經常肚痛 是的 以前一喝到冷水 就會馬上肚痛 還有那些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 現在都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否溝通了 沒有試過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 找不到的 年輕 今年就三十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就見到 用了過半月 就見到 我們現在的廣告 原型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可能遲些 等毛狼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就說了 就說了